各位全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功夫者,我是今天的主讲教练刘教练 这套课程呢,让我们一起来研读内功经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能深入带您了解并学习中国传统武术的刘教练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深入地了解并学习中国传统武术吧 由有药专者何也,约弃也,盖金金净之生于气,由木之生于水 木必带水润而得生,金金金,必得弃阳,而后出之离也 愈愿养气,必开关窍,以顺其气 不然,而人生之关窍,皆为后天之灼气,匹塞静矣 虽欲养气可得灾,必生经把力以通之,而后争气自行 行事气,可以养金金净,可以寄气 雇佣之初,气金金净,尽有交互相继之用 及其久也,有浑然如意之德,后之学者,潜心体会 必对于不忘平矣 若夫气之城湖,金金金净之松紧,守之开河 守之横竖,身之政策,当求之内功经 与夫十四局内,非一朝一夕之功,能名也 山左狼牙,王兰西住节 海右珠山,中井房参地 这段经文的意思,翻译过来是 还有什么要做专项练习的呢? 是气,气还要做专项练习 静呢,是从气里面产生的 就像植物是从有水的地方长出来的一样 要长植物,就必须有水的滋润 所以说,要练金,必须得养气 养气,然后才能出尽 这里呢,应用了中国古代五行上的一个概念 就是水生木,这个木则是植物 就是认为植物要生长出来,必须有水的滋润 用这个呢,来比喻炼气与炼净的关系 必须气足,然后才能力足 在太极拳里面呢,有四句口诀是描述这个东西的 也就是以意领气,以气吹力 意到气到,气到力到 也认为气是力的根本 炼好了气才有力 力足之后,然后转化为进 想要养气,必须打开周身的关窍 让气在身体顺利通行 不然的话,人生的关窍都被后天的浊气所堵塞 气不能通行 这里讲的是松柔的功夫 想要养好气,就必须称筋把骨用力 让身上的筋骨通顺 然后啊,真气就能在身上的关节翘位之间通行 这里说的是称筋把骨的功夫 这样练气可以帮助我们练静 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一道气道,气到劲道 反过来呢,练静练好了 也可以帮助我们练气 所以开始练的时候啊,练静和练气 它两个人啊,是相互帮助的 等我们练久了,就会感觉气就是静 静就是气,两者逐渐的成为一体 后世子孙传人 如果有机会有缘分看到我这本书 不要着急的去评论 要仔细的潜心体会研究 必然不会对我的言论啊,胡乱的评价 至于气的臣服 练静的松紧 头的开合 手的横 手的竖 身反的正 身反的侧 这些东西呢 会在后面的内功经和时事局里面讲 这些东西呢 需要下苦功慢慢的去练 不是一朝一夕能练成的 最后这两句呢 也不用怎么翻译 就是三左狼牙 王兰西柱姐 海右珠山 中井房餐厅 后面再讲啊 就是内功经的正文呢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泰宣刘教练 这段经文呢 说的是练气的功夫 说到这个练气啊 在中国啊 我们很容易把这个练气 和金庸 金庸的等等人的一些武侠小说啊 把这些东西混合在一块 那首先我们这么说吧 就是说你如果真正的要想学练气 你去看一些皇帝内经 去看一些中国古代真正的综艺书 不要以金庸之类的武侠小说 或者说一些玄幻小说里面的东西 为基准 那个就练跑篇了 你看金庸的这个武侠小说里面的内功啊 它有一些东西 还算是摘抄自中国古代的一些道仗啊 一些中医里面的一些东西 那有一些啊 玄幻小说 甚至其他人写的一些武侠小说里面的内功啊 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好 说到这个内功啊 它是练气 那我们来解释一下 什么是气呢 从中国中医来讲 就是说我站在这里 我能活动是为什么呢 我能活动啊 是因为我身体的筋 我身体的肌肉能动 那么我身体的筋和我身体的肌肉 为什么能动呢 是因为有血液往里面冲 而血液的流行和那个补充 能让我的肌肉动 那么血液为什么能流行呢 是因为气推血 气的推到这个血 所以说啊 这个气指的是这个东西 在中医里面呢 也是气血并称 现在我们就可以理解了 所谓气啊 指的是维持我们身体运动 维持我们生命运动的一股能量 它这个东西啊 不是武侠小说里面说的 好像有一股气啊 是怎么流怎么流怎么流的 不是那个东西 那是武侠小说里面 夸张甚至是胡说八道的东西 所以说我们要学内功啊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剃除 好 现在我们明白了 气是维持我们身体运动 和维持我们生命活动的呢 一种基本能量 这种气呢 它主要是在我们的这个肉里面流行 这个在拳击里面有一句话呢 就叫做肉为气之狼 就说肉啊 是包裹气的一个狼 所以说呢我们的气啊 是在我们肉之间运行的 那么我们肉的运动呢 是靠冲血 就是我们肌肉运动啊 是靠冲血来完成的 而血呢是靠气 所以说我们练功要练一个什么东西呢 那么我们身体最大的力量呢 是均匀瘦 是均匀发力 那么练均匀发力 开始我们要练什么东西呢 我们要练均匀瘦力 就是我们身体啊 均匀地承受我们身体的重力 那么均匀地承受我们身体的重力 在最初始的一个状态叫什么呢 就是传统武术里面说的 我举个例子 我们站个混权装 我们腿两边均匀瘦力 我们腰腹均匀瘦力 我们胸背均匀瘦力 我们的这个大臂两边均匀瘦力 在这个均匀瘦力的情况下呢 我们的血也是均匀地冲的 我们的这个气呢 它也是均匀地运行的 那在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让它同时紧张起来 它发的力呢 也是最大了 然后这里面呢 就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哪个地方用力过度了 它那个地方呢 气啊就会过度 过度了以后呢 它就不均匀了 不均匀了呢 从那里就会产生断劲 例如说 我们的肩 我们的斜方肌 现在统成肩这一块 这一块完断它就匀瘦力 但是人一紧张的时候呢 你的肩和这里容易紧张 慢慢来这里的气就会过多 气过多了 会导致前后的气断 然后说我们的腰腹也是 我们站在这里面 讲究维履内收 命门外伸 气臣单前 这个时候呢 我们腰腹是均匀受力的 腰腹是均匀受力的呢 它紧张的时候呢 就能同时紧张 但是啊 如果你把屁股撅起来 你拨一下 你后腰这一块 就用力过度了 气呢 就从这里断了 那更不用说 最后这个大腿 大腿过度紧张 跟胳膊上提 这个都是 就是气不通顺的毛病 毛病 更多的问题呢 在这里就不说了 时间有限 在后文中 和一些具体的训练方法 我以后会专门的去讲 这里呢 我们就 这里呢 就是关于松柔 我们就说到这里 那么松柔的状态啊 它是松柔的练足了 我们身体的气息就通顺了 通顺了以后呢 我们得保证 我们肌肉能冲血冲气 那是怎么练呢 就是沉筋拔骨 我们的筋骨 沉到最大化 最后松紧之间呢 就是爆发力 所以说你要想练好乳松呢 松柔章呢 它是练均匀受力 均匀受气 那么这个是在放松状态下去 均匀受力 均匀受气 那么我们练成筋拔骨呢 它是在一个 把这个气和力 冲到最佳的一个状态 冲到最低的一个状态 然后练了后来 就是松紧之间 这就同时发力了 那我们夸张的说 如果你只会做胳膊 这就是胳膊有 胳膊的气和力多 身上没有什么 你只会做身上也是 当然了 我们开始分阶段练习的时候 你可以专门去练腿 也可以专门去练躯干 也可以去专门练手臂 但是练了最后 它肯定是同时的冲气 那么身体的这个气 可以怎么练了 我们可以通过呼吸去调节 用传统的说法 也就是用我们的呼吸之气 去调动我们身体的真气 也就是调动我们身体的那股能量 这个呼吸之气在哪呢 就是所谓的腹死呼吸 每一呼吸都感觉能到关元穴 这个也就是书里面说的最后 就是练了气和静 感觉是一体的 最后如果你感觉你的呼吸 一直在关元穴 就一直在我们的小腹丹田这一块 你发力这里动 它整体就能动起来 但是如果你的呼吸之气上去 到胸口这儿了 它这个暖气和力就断 所以说很多这个练拳的呢 它要通过放松的形式 去练腹死呼吸 通过站桩把气导引到下腹 通过这个打坐把气导引到下腹 通过握弓把气导引到下腹 甚至我们在走拳架的时候 气呢也要一直在小腹 到最后啊就是说我们不可能说 你每次发力的时候 你都要控制到 身体所有的肌肉对于 大腿的股四头肌 股二头肌 腹部肌群 腰部肌群 胸部肌群 背部肌群 股二头肌 股三头肌 你不可能都控制到 到最后呢就是第一 我们通过呼吸 能把我们的气引导到小腹 第二呢 就是引导到那以后 身体产生那种均匀的感觉了 开始这个均匀的感觉了 有点难找 也就是松的感觉 等我们把这个感觉练熟以后 这个感觉啊 就是在我们身上练熟了 我们一做就能做的 一做就能做的时候 就是一打 你就会感觉到 气和静是一体的了 当然了 这个东西呢 就是像经文里面说的一样 它不是一朝一夕能练成的 它是靠时间 就像我们 像我自己练拳 练三年 绝对跟练一年不一样 你练五年 绝对跟练三年不一样 当你练到十年 它跟练五年又不一样 不是说你功力啊 有多大提升 也不一定说你的 实战技术有多大提高 而是啊 你对身体的这种机能 对气 对放松 对均匀受力的这种控制 它越来越强了 看 大家好 我是太极拳刘教练 这是我的助手宅教练 我们前面说完了气道 在这里呢 我们再说一下是进道 就是说气道有通送 进道有通送 其实进道通送呢 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 很多东西呢 立真交的 松跨原刀 海军滑队 踏腰 承间队 这个做到了 我们进道就做 比如我们还不是这个 最常用的 我们推荷的都 我们应该先做一个数据 这个时候我们 一层脚底 为雨雷收起 人丹田 承间队 反正滑队 不对 这个都做到了 我们的进道就是速 进道是速的呢 就把它打倒 但是我们的立道 就是 比如我们进床 最常办理的滑队 第一个 耸肩 耸肩耸肩 人丹田 是 我承转过去了 我承转过去了 我承转到他背后了 我承转到他背后了 但是还是过不去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因为你属肩 肩上会进到 我腰会看 腰 腰点高了 腰会引起我们肩重的 你看 我肚子都快接到他面 出去了 但是啊 我这个进道还是速度 我们力量展望到脚底 我们重心拔起来 你都趴了他背后了 你这个进道还是不速度 所以说呢 我们首先通过一系列的方法 把我们的气道连速度 当我们的气道连速度 我们按照理由前 我们的进道就速度 走 你们给个梦袋点 走 嘘 这个就是气道速度 进道就速度